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都在了 咱们就可以出发了 我们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最多的东西 这也是旅游的一个目的 主要目的之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欧洲决定转一转 看一看 开拓一下视野 然后了解一下国际上面的各种环境 人文文化 巴黎是我从小就想去的地方 尤其是F2铁塔 让我的孩子来感受一下欧洲的文化 因为好像文化差异和中国是比较大的 来了之后觉得其实他们的工资水平可能不如国内的高 但是物价却比国内的高 我觉得以前我特别羡慕欧洲的人的生活 但是现在我觉得还是自己的国家比较好 但是我现在羡慕的是他们生活的方式 生活的节奏 虽然倦不了那么多钱 但是有很多闲暇的时光去放松娱乐 关门了 关门了 为什么呢 现在是8月的假期 你刚才写的是到8月27号才再开门 所以这七八月份这个巴黎人都说 巴黎人都走了 都放假去了 你说他一个周才35小时工作着他都觉得干活干太多了 该休假就休假 人家不管这做不做生意这跟那都 这是咱们没法想象的根本就 那今天卢富工 有有有 卢富工肯定开着卢富工肯定开着卢富工肯定开着博物馆 卢富工要再关了去休假 这就没人来法国了就 好 走 走 算了 那好吧 欧洲它把以前那些的建筑和它一些eronomy的东西 要保留的就是很多很多 中國好像就是一直在不停地建 拆建 在北京重建一個新的紐約可能要幾十年就夠了 但是要真的建一個老的北京 可能還需要幾千年的建築才可以 好 大家覺得這個發展塞工漂亮不漂亮啊 漂亮 很漂亮 但是很遺憾的是本來在我們北京也應該有一個這樣的東西 有這樣的一個花園 但是很遺憾它在1860年被燒掉了 不然的話也是同樣漂亮的 而且七倍於這個的大小 而且從景色上來看要比他們這邊還要漂亮 因為我們也有山也有水 所以今天能來到這兒大家看一下這個 然後對我們的祖國的這個熱愛應該更是由然而生的 因為在北京的時候這種就是滿街都是這種野生動物這種情況很少見 滿街都是各自的這種感覺 感覺是體現出這個城市的生態環境 以及就是人類比較親切於動物 在我的印象裡歐洲應該是一個非常繁華的 城市中心大概應該像紐約一樣 就是高樓大廈 但在歐洲可能人們更希望那個貼近自然 我認為城市中心尤其是市中心 有些國家比如說歐盟當中有些國家可以犧牲一些環境來加速城市發展 法國雖然歐式建築看起來特別美麗 但是我覺得我還是更喜歡高樓大廈聰立著 就像北京的市區一樣 因為我可能從小腦海裡就覺得高樓大廈臨次之筆的感覺 就非常有存在感 如果我要是給我的同學發照片的話 只能選一張的話 我會發歐洲這邊的藍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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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